歡迎回到 替台政進化的節目現場 剛剛防疫指揮中心的最新宣布 是台灣新增加了 16例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累積病例來到322例 其中陳時中指揮官特別講了 未來所謂的社交距離 是室外1公尺 室內1.5公尺 可是我看各位來賓 你們沒有1公尺 30公分 對啊 我跟友志也沒有1公尺 有 我們有 有嗎 可是室內要1.5 室內要1.5 不過陳時中部長剛剛也說 今天下午所有的疾管局的人員 會開會 開會再製訂詳細的細節 到時候有沒有法則 或是怎麼訂 都不知道 因為剛剛廣告時間 我們還跟來賓討論說 捷運就不可能 委員對不對 捷運不可能 所以他今天也有公布就是說 捷運就一定要戴口罩 就是說在這種大眾運輸 你說要距離所謂的1.5公尺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在大眾捷運一定要戴口罩 因為現在確實是 我每天幾乎都要搭高鐵 那個感覺就是說 確實現在我們的廣播都有說 一定要戴口罩 可是還是會有人比較鬆懈 因為確實時間有點長了 已經兩個月了 所以確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真的大家一定要繼續維持 繼續加油 因為台灣的防疫會這麼的成功 我說真的 我們台灣人民的配合度 實在是太高了 我還記得說 現在歐美國家 他們現在最傷腦筋的 就是說他們過去 為什麼這個口罩會丟在 丟在倉庫裡面不知道 其實他們對口罩 他們的一個概念就是 那個是有病的人在戴的 就是說你戴口罩 你就是要在家裡面休息 你幹嘛跑出來 你只要一出來 你戴口罩你就是不對 所以說現在你要去改變 他的觀念說 你要出來就戴口罩 其實大家很難在一時間 從小時候的教育 一直到現在把它跟著 但是我們一直都有 這樣的一個教育說 空氣不好你就戴口罩 保護自己 你如果感冒 你要保護自己 就要戴口罩 也是保護別人 所以我們相對的 我們的一個教育觀念 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從現在開始 我們更應該要好的 現在的口罩 從昨天也宣布了 這個14天可以10個口罩 09個 09個口罩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在整個的 一個狀況之下 大家一定是會感受到 其實大家對於整個 我們台灣的疫情的 一個防治的一個重要控制點 是 其實剛剛陳時中也補充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維持 1.5公尺的距離 你一定要戴口罩 口罩戴好戴滿 從此刻開始 這個應該就是 中央的政策了 委員 就是口罩要戴好 因為現在兩個禮拜 可以領9個 領9個 一天 兩天用一個 應該有夠 應該是有夠 那住在台灣很安全 不只是我們自己在講 自己在誇 外國人 老外都說 台灣真的很不錯 豎大拇指 來看一下 我覺得台灣做得非常好 加油 加油 乾杯 台灣 加油 台灣 我很愛你 感謝你的努力 辛苦 我們一起繼續加油 謝謝台灣 我愛你 加油 我只想說謝謝 謝謝 謝謝台灣 謝謝台灣 謝謝台灣的精彩努力 台灣加油 全世界都要加油 不要再分你我了 因為病毒根本就不分你的種族 跟你的這個政治立場 包括了 我們一直在講 WHO很瞎 或者是有一些措施 讓我們覺得傻眼 可是現在 是不是因為台灣的疫情 控制得不錯 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說我們有可能 中國也會接受 我們成為世衛大會 也就是WHO的觀察員嗎 這個是中國駐日大使說的 透露出的一個消息 然後經過媒體的報導 傳出來的 他說中國打算接受 今後台灣成為 世衛大會觀察員 而且可能會常態化 已經朝這個方向 開始各方面的討論 還有調整了 當然我們外交部發言人 歐江安說 我們當然非常希望 樂觀其成 也呼籲中國政府 不要過度惡意的干擾 進行政治的阻撓 我覺得這樣講出來 就可能埋下一個伏筆了 這是我們跑新聞的那個 有點小擔憂這樣子 可能就沒有 那大家來看一下過去 其實我們連續八年 都已經過去 已經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與WHO 可是在2017年後 也就是小英總統 上任之後的那一年之後 因為拒絕承認一個中國 連續三年沒有辦法 獲得邀請參與 第一個 我們先看這個消息來源 照理說 如果是中國大陸駐日本的大使 在過去的消息來源的權威度來說 比較少 比較少看到 我們一般如果說是比較權威性 比如說駐美大使 崔天凱 或是他是駐聯合國大使 甚至說北京的一些 外交部的發言人 可能這部分的權威感 真實度比較可以查 所以說駐日大使講這個 基本上OK 還帶觀察 第二個 我建議我們外交部 在這個關鍵時刻 盡量少講話 盡量少講話 盡量就講一些 台灣的公衛 確實是願意把我們的經驗 推展給大家 因為在5月份要開會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稍微 保持一點低調 因為今年對於台灣參加的WHO 算是整個環境還算不錯 外在環境還可以 包括WHO密輸處 之前都說 因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台灣沒辦法來參加 這個WHO的會議 但今年的講法有點改變 變成說全體會員來做決定 比較沒有那麼硬 你覺得中國有釋出善意嗎 我認為他 我覺得不算善意 可能就自己的事情很複雜 很煩了 很煩了 自己的內部的事情已經很煩了 我想外部的這些干擾 恐怕就沒有那麼多餘力 去做這個 然後再加上現在各國 為了疫情 還是非常的煩惱 甚至很多的像美國部分的人 還是把苗頭對準的中國大陸 他這時候就算了 我覺得外部環境 他比較需要一個安定的外部環境 因為他內部的環境比較 比較先去處理 要去安定下來 所以我覺得今年在 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的一些小動作 可能會比較少 可能會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今年 因為台灣在這方面 確實做得很不錯 國際綁樣 我覺得應用這個態勢 一舉讓台灣參加WHO 變成一個常態化 不過以這次的疫情為例 很多人都說台灣經驗 其實其他國家都望成莫及 或者甚至是說 台灣已經領先這些人了 我們還有必要參加WHA 或者是WHO嗎 亦是亦 這個專業的立場來看 我們必須 我們還要 因為有人會覺得 還是在背宮屈膝 如果要參加這個WHA 你覺得加入觀察員 是有必要的嗎 其實加入就是等於是我們也有 跟人家有一個平台在那邊 跟全世界人做交往 我覺得就是說我們要爭氣 就是說我們如果在我們做了 是一個很人性化 一個很現代化的 一個防疫的一個典範的話 我相信各國都會來向我們看齊 我們展現出我們人力的說 我相信大家都會刮目相看 這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自己要自立自強 自立自強比較有用 對 因為有些人也有一些看法 那個委員 就是覺得說 我們其實不用再卑躬屈膝 他們應該來求我們加入才對 其實這並不是卑躬屈膝 而是說我們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而且在這一次因為肺炎 整個的抑制的一個狀況 其實全世界都看到了台灣 所以在這一個能量 非常充足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他們是希望我們去跟他分享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契機 所以大家覺得說 台灣應該要參加WHO 甚至在這次WHA 也應該要成為觀察員來參加 因為我們可以在那個平台 在討論當中 把我們的經驗完全的轉述 而不是透過幾個國家 其實我們已經跟幾個國家 已經都陸續開過會了 因為他們也希望把我們的 這些經驗傳承 可是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幾個國家 四十幾個國家 跟這麼多的國家 其實那個意義是完全不同 而是我們也可以把彼此之間的 可能我們沒有遇到的案例 他們在當中他們提出來 然後彼此來交換 然後把我們所謂的防疫經驗 更加的精進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今天你說 如果說今天有傳出說 中國願意軟化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都希望樂觀其成 然後我們都希望透過各種的方式 只要是我們能夠參加 也因為台灣的能量夠大 那中國才願意軟化 如果沒有說其他國家 然後給了十足的壓力說 你今天台灣在這個防疫的過程 那麼的出色 如果沒有進來的話 我們相信我們就缺了一塊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聲音出來 你說誰都不可能讓中國軟化 但是我就講了 材料 其實最後 數可 數可 心